我們洋桃烹飪教室,要做什麼事要理呢? 我來做快速的蝦仁羹 實在是蝦仁羹嘛,一定要蝦仁、竹筍、紅蘿蔔、白蘿蔔 兩種紅白蘿蔔 那我調味料,我準備了什麼呢? 白胡椒粉、香油、地瓜粉、高筋麵粉、米酒、醬油、糖、鹽巴 最後我們要勾芡,一定要需要太白粉嘛 第一個動作就是蝦仁一定要先處理 將蝦仁擦乾,水分擦乾 好,將蝦仁水分擦乾以後 加入一些調味料 來,首先我一樣,同樣動作 胡椒粉掃起,好不好 好,來,加點那個鹽巴 一點點鹽,一點點的糖 米酒,米酒就半大匙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好不好 來,再半大匙的那個香油 這樣下去,有沒有 來,靜置它十分鐘 再來下,下你的這個粉類 好,來,那我們就下點那個太白粉 好,下了太白粉以後 來,我們要加高筋麵粉 我們就下高筋麵粉一大匙 地瓜粉兩大匙 這樣粉專類,很粘稠在上面 好,來,我們就要準備一鍋熱水 大致有沒有,我們溫度夠了 來,關小火 關小火,來,將你的蝦仁切氣 水不要大滾 可是它一定要,溫度也要夠 不然你下去的那個混,有沒有 好像又洗水,把那個混把它洗掉了 香氣又不見了 好,那我們慢慢把蝦仁根,有沒有 慢慢去煮 小火慢慢慢慢去煮熟 那我這個紅白蘿蔔筍子 直接先下鍋子,先熬煮它 來,紅白蘿蔔,紅蘿蔔 基本的根類啦 有沒有,它有白色有紅色 這樣去配,去搭它 蝦仁有點在浮在水面上 有沒有,你在晃動的時候 它沒有在,沉在底下 就是可以了 好,就撈起來 這蝦仁根的蝦仁,有沒有 要吃它脆一點 你可以用電風扇稍微把它吹一下 這外表如果受到冷 熱冷空氣的時候 它會比較脆一點,Q一點 有沒有,我們剛好燙好的那個蝦仁的水 有沒有,切記千萬不要倒掉 一定要再加入我們煮的根類裡面 為什麼啦 增加它的鮮味啦 你可以加它適量的那個進去 這整個這個鍋湯有沒有 加入我們的高湯裡面 紅白蘿蔔筍子在裡面 有沒有,這湯頭整個是超鮮甜的 來,那這時候可以啦 來,我們就開始要調味了 我們煮的差不多適量了 來,我們就調味,就把鹽巴 好,來,我們就還有糖 適量的糖 適量的糖 來,米酒 切記 滴幾滴啊醬油 因為有沒有,煮的根有沒有 顏色如果白蒼蒼 那味道就感覺不好吃 你可以滴幾滴啊醬油有沒有 讓它上這有點微黃 就這樣,這樣微黃的顏色 那口感才會好吃 那我們胡椒粉 好,那我們下胡椒粉的時候 我會先這樣,用水稍微稀釋一下 不然胡椒粉下去,直接下去 不容易弄散嘛 你可以這樣,加少許的水 胡椒粉,來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調個 因為要做根嘛,一定要勾芡 那怎麼調呢 太白粉跟水的比例多少呢 你就這樣,太白粉1 水1的1 一定要照這個比例來放 好 好,慢慢淋下去 好,我們要吃的時候 下我們的蝦仁 快速吧 快速的蝦仁根 你學會了嗎 謝謝 很高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